大家好,今天清远的天气又有点凉咯 那么这个天气呢,我想泡温泉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 正好我们清远连卡就有很多的温泉景区 其中有一个还挺吸引我的注意的 那就是几乎整个广东的人都知道的一个著名的景点 银展温泉也包括在里面咯 而且一年有三次机会 要知道银展温泉可是个4A级景区 真的不错的 那么事不宜迟,我们现在马上去体验一下 走 一进来感觉这个环境真的挺清幽的 还不错 我现在去找个服务台 因为今天不是周末,而且又是早上 我觉得人会相对少一些吧 希望会少一些 刚刚摆了个乌龙 刚刚那里是银展森林温泉 所以这里银展这个地方有两个温泉 一个是新银展温泉 一个是银展森林温泉 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 连卡包的是这个 我后面这个 新银展温泉 这个才是连卡里面包括的 那个是不包括的 那个像是在森林里面度假一样 那个是不包括的 不要搞错了 这个就是新银展了 这个大楼还是比较气派的 这边有吃的 有吃饭的地方 希望不要太多人了 这边还有自助机 或者直接刷下面 拿到票了 自助机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边还有工作人员给你指引 我们现在下去 哇 这边的环境真的好很多 那边是泡温泉的区域 然后这边是可以散散步走一下的 哇 这边还有一个游泳池 有很多人在游泳 泡完温泉可以游泳 这相当不错 还有一个 潭在这里也挺爽 还好现在人不多 现在人不多 可以好好的游一下 待会吧 待会泡温泉游一下 这里就是温泉区了 也是一个小池 一个池一个池这样 都在游 这里也是有 头上有挡的遮挡 也有一些露天的 先找一个吧 这里可以泡脚 也可以泡温泉 就是这样的池子 或四周的环境还可以 还有这样的一些休息的地方 这个地方不错 睡在这里 躺在这里聊天 什么的 很舒服的 休息区也很整洁 不错 这里还有免费的雪碧可乐 什么的 这个不错 免费的 爽 还有这样一些小亭子 还挺别致的 挺别致 这边也可以包房的 应该 这些小房子应该是包房的 那个感觉就更不一样了 是吧 不错 整体的环境还是可以的 比较别致 这些包房肯定要另外付钱 小木屋 稍微有点日式的风格 这些 你看 对吧 还有贵宾池 一个一个这样的小房子 还有牡丹池 玫瑰池 哇 是不是真的放了牡丹 玫瑰在里面 应该是 这里面很大 如果你自己过来泡的话 178了 这个还是很优惠的 拿那个连岗 哇 还有个大草坪 你看 不仅可以泡温泉 游泳 还可以休闲娱乐 又可以住 又可以住宿 吃饭的也有 真的是一个 很不错的度假区 哇 真的好轻哦 而且呢 早点来 真的有好处 霸到一个这么大的池子 没人了 而且有树荫 大家看 真不错 哇 好舒服 这水 刚刚好 而且池子大 环境也更好一些 你看那些树 有树荫 超舒服的 多爽 泡温泉 真的是一项很不错的活动 而且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既然联卡有包括 是吧 那就多过来泡一泡 一年有三次机会 我这是用了第一次 后面还有两次 感兴趣的朋友 联系我 私信我 如果你有联卡的话 我们就一起过来泡一泡 聊聊天 交个朋友 好不好 真的是太写意了 在这里 饮料随便喝 躺椅随便睡 还有这么好的环境 一年来三次 不错 这里面有很多的池 有一些池的话它是比较烫的 有一些池是比较温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适应不了烫的 你就千万得试一试水先 先把脚伸进去试一下 觉得可以再进去 要是不行的话就换一个池 哇 你们看这个池 这个池就真的有感觉了 这个 这个池是不是很有感觉 这里还有这么多东西 沙滩排球 水吧 洗手间 羽毛球 鱼吧 这里真的什么都有 休闲娱乐的 羽毛球 哇 来这里真的 还有水疗 水疗 真的太棒了 还有按摩的 哇 这里还有这样的按摩的 用水柱来按摩 这个试一下 哇 哇 这个 哇 这个爽 这个爽 这个 这个 等于说是按摩了 哈哈哈哈 这个爽啊 哇 还有这么多粗粗水的孔 这个 这个 哇 这个应该 这个爽啊 试一下这个 哇 哇 我来了 试一下 哇 哈哈 哇 不得不说 这个178还是真有东西的 水疗 水疗 水疗都被你含了 哇 这里就是羽毛球场 还有个贵宾楼 健身房 水疤 好多 都可以玩啊 都可以玩 不错不错不错 贵宾楼还可以有水果供应啊 啊 相当棒 相当棒 哇 刚吃了水果 哎呦 这个联卡包括这个景区我觉得最棒了 什么都有啊 这里面很大的 什么都有真的 玩了很多 你看健身房 台球 看到没有台球 哇 这里 比上次我去的温泉爽太多了 它不只是一个温泉 还是一个度假区 挺好 哇 这边有酒池哦 牛奶池 嗯 试一下 哇 这个酒池的话还是比较烫一点啊 确实闻到一种酒味 你看 加量小米酒 可以提神啊 兴奋精神啊 行老等等 真的 这个真的是酒来的啊 对吧 这个真的是酒来的啊 哇 还有咖啡池 搞那么多 奇奇怪怪的 还有茶匙 呵呵呵 哎 这个会暖一些 茶匙啊 这个颜色一看就知道是茶来的了 哇 哇 哇一股茶味 呼比而来 哇 我还是第一次泡在茶里面啊 真的是泡在茶里面啊 真的 哈哈 哇 这里乱七八糟 东西这么多的啊 真的是特色体验啊 茶匙 咖啡池 真的闻到一股咖啡味啊 哇 哇 而且还很浓啊 泡在咖啡里面 哦 太爽了 这边就有一些另外的按摩的哈 中医按摩的 注意到周四是58块钱啊 还行哈 足疗什么的 58块钱 还行 哇 这里真的东西很多哈 我觉得清远点卡啊 光这里我觉得就已经值回 值回那个两百块钱了 是吧 值回那个票价了 这里可以玩一天了 我感觉 从早玩到晚了 都可以 挺爽了 这里 这里都是一些 有有有成分的池哈 这个是薄荷池 有薄荷的哈 有薄荷味道 这个一看就就很高级的样子 这个药池来的 很多很多都是这种 这里是药竹语哈 加了一些中药在里面的 泡角 这个叶子啊 都是中药 每个池都泡完的话 估计都要两三个小时了 这里很多 很多 各种各样的池都有 薄荷的 中药的 各种哈 哇 这里还有个石板 很烫的 这个石板 这叫石板温泉啊 这个很烫的 哇 所以这里有点 有点意思啊 这个是烫的 烫烫的 这里的很多东西 我之前都没有看 没有见到过 有点新奇 石板 这个叫石板温泉 烫烫的 躺下来试一下 哇 哇好烫啊 真的有点烫 不过挺舒服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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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泡温泉不仅是可以下水泡 还可以干泡 这个 烫烫的这个石板 啊 这样也算泡温泉 烫烫烫烫烫 挺不错 石板温泉 原来这就叫石板温泉 我懂 我懂 我又长知识 吃莲卡 来 新银长温泉 只能是周一到周五 然后 最好要早点来 有个碗 那些池子 特别是那些特色的池子 都堆满人的 到时候一个池子你都找不到 那些特色的池子更是别想了 特色的体验更是体验不到 所以呢 最好早点来 最好早上来 那这样的话 随便你逛